荆州勇士目前在西局很是顺利 大比分3比0领先马次队 而波波维奇这位神奇教头 更加的是看到了未来 直言不会冒险使用伤未完喻的莱昂纳德 毕竟冠军年年可以争 但这样的未来超距 马次一定会珍惜 勇士很顺利 但杜兰特依然遭受非议 很多人称这样的比赛没有看透 这期的杜兰特发推特直言 我知道球迷爱看激烈的比赛 最好常常有绝杀 但现实不会是这样 对于那些不爽的球迷 如果你不喜欢 可以选择不看 而现在对于杜兰特有一个大好消息 那就是著名女星 被全球很多男性粉丝称为女神的 黑寡妇斯加利约翰逊 正式离婚了 这可是杜兰特唯一一个爱道 称要喝洗澡水的女神 斯加利约翰逊还曾被评为 100位全球性感女人的榜首 曾经杜兰特对外表白 斯加利约翰逊 发推特说道 斯加利约翰逊 我想喝你的洗澡水 谁知道 斯加利约翰逊还真回复杜兰特了 写道 如果你能夺冠 我不介意你喝我的洗澡水 但都知道这是一句玩笑 毕竟当时斯加利约翰逊 已有老公了 不过现在不同了 黑寡妇离婚了 正式向纽约法院提交离婚申请 其实早就传言 他跟老公已分手 就差这张手续了 现在很多荆州勇士的媒体 开始打气杜兰特 声称 赶紧赢得总冠军 为了你的女神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